中華隊碰上美國要業餘王牌的吳升峰 擔任先發鬥手 目標是承完兩輪 交棒給牛棚的隊友 面對對方是以3A的陣容為主 中華隊也有策略 就是盡力而為 就是每個人幫好自己的角色 但是也還是一樣 也沒有太多的不一樣的丁 就是平常心 就平常心去面對 也不要一直想要說 這一場球很重要 怎麼樣 你想太多 反而綁手綁腳 放鬆 就是去享受這個比賽 前面五棒沒有變化 就跟那一天韓國一樣 只是後面捕手換了張靖德 那二壘換了郭延宏 阿德跟之前他們曾經搭配過 所以對升峰或許比較熟悉一點 所以就他們兩個來搭配 先發投手 我想有注意到 他有一顆很好的滑球 對 然後是有點側頭的投手 然後控球好像也不錯 對 那我們有 大家有設定一些球路會去攻擊 我個人的話是還是很期待 對 因為每一場都抱著這種期待 然後想要去努力去拿下勝利的心情 對 中華隊 加油 中華隊 加油 輕鬆會議研討之後呢 考驗就是現場的臨場發揮 也期待中華隊能夠順利的擊敗美國 以上是我來提取消音超 狂話劇 我們在日本東京做的採訪報導